好,同学,我们继续来学习一之五节 哎呀,我们这个慢慢学,慢慢学 总算到最后的部分,也就是理想气体方程式了 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很开心 老师是觉得很开心 因为知识是怎么样 一直在建构的 一直在建构 就像这个亚佛家觉定律一样 推推推,它能够推出来 也是靠着前人知识的累积 才能让我们这个科学进步 对不对 然而同学,你慢慢看 看到目前为止,你也进步了 那真的是老师最大的安慰 好,我们接下来要开始讲理想气体方程式 首先呢,我们知道 我们之前介绍了波伊尔定律 对不对 还有定压的查尔斯给里萨克定律 还有定容的查尔斯给里萨克定律 依据这几个定律呢 后来呢,亚佛家觉就提出他的亚佛家觉假说 最后呢,结合亚佛家觉数 NA就提出了个亚佛家觉定律 然后呢,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 很接近我们要讲的理想气体方程式了 首先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些东西哦 要了解这个理想 什么叫理想啊 哎呀,爱因斯坦说啊 这个好的理想啊 就会决定你的努力程度 还有你的判断的一个方向哦 所以要一个好的理想 有一个好的理想,人生才会进步 那爱因斯坦呢,他说啊 他不觉得这个安逸啊 还有快乐啊 是生命的目的 或者是生活的目的 他觉得哎呀,人生呢 不能过得太安逸哦 不要生活在这个舒适圈 有时候要要求自己 把目标定大一点点 好,那同样的啊 这个理想气体哦 其实理想顾名思义啊 就是一个ideal 它跟现实哦 是有一个距离的哦 哦 所以有时候 理想过了头不是好事 这个理想跟现实是有个距离的 那什么情况 理想气体方程式才可以用呢 来,请看这边 你必须是定量的 而且是温度不太低的 低密度气体 你要满足三个条件哦 一是定量 温度不太低 还有是低密度的气体 我才能说你是一个理想气体 我才能说你可以适用理想气体方程式 那我知道有些同学 他就开始会问老师 老师嗯 我知道你说的定量是什么意思 就是体积是固定的嘛 对不对 那他又说啊 我也知道你说的低密度气体 是说啊 这个密度可不能太高 太浓稠 哦 是不适用的 那可是你为什么讲一个这么模糊的一个定义啊 才叫做理想气体 你说温度不太低 这是什么意思 哎呀你这次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哦 其实啊我们像我们一般这个生活中或者地球环境中啊 只要是大概是室温 甚至是极地地区的低温 哦大概我们生活中啊 甚至是北极啊南极的低温啊 我们都可以视为理想气体 但是呢 后来我们现代科技啊 一直在进步 我们发现了 如果把温度啊 降到非常低非常低的极低的一个温度的话 哎 我们会发现了 这个分子也就是气体分子啊 它这个动能啊 会非常非常小 结果呢 出现一些古典物理啊 无法解释的现象 哇 他就发现不能解释 所以呢 我们就会用量子效应 去解释这些现象 这就是非常进阶的一个物理知识了 这个要等你将来上了大学之后 我们慢慢学才会学到 好不好 所以目前你就先这样接受 就是说啊 这个理想气体要满足 它的定义是这样的 定量而且温度不太低的低密度气体 这个要求并不太低的 Start 这个要求并不太低的 就是这个要求并不太低的 这样做并不太低的 这些变化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